近幾年的冷壓慢磨果汁真是挺刺激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喝 但其實都是果汁而已 一瓶賣了幾十元 如果整家人來講一起喝得挺貴 喝了就不會飛 是就是不會飛 但冷壓慢磨的果汁 比一般的果汁可以保留更多的營養 比小朋友和家人當然是越多營養越好 如果在家裡自己做的話 除掉數字也不貴 如果這樣做是否真的會更多營養呢 不如問問我們的營養師阿Jim 阿Jim 你好 Jim 你好 讓我解釋一下 傳統的果汁機是會用刀片切割果肉 之後再用過濾的方法 去將果汁和果肉分離出來 這個過程會產生大量的熱量 然後會破壞到水溶性的維生素 你知道原來冷壓的方式 其實會用高壓加上低渾 用高壓的方法 將果汁直接從果肉裡面提取出來 整個過程會保持在四至十度左右 可以保護更多的水溶性的維生素 有研究指出原來用這個方法 去提出的果汁有更多的維他維生素絲 聽到了 有否說用甚麼生果混合一起做果汁 會更加有營養呢 教你一個小技巧 好, 就是把差不多顏色的水果混合在一起 其實是最好的 因為其實它們也會有差不多的營養價值 給大家一個小的例子 就是原來我們可以發現 原來木瓜和紅蘿蔔 裡面都有很豐富的 貝塔胡蘿蔔素 用來預防眼乾 而平時我們吃的藍莓和提子 裡面都有很豐富的花青素 幫助我們抗氧化 今天你會教我們甚麼呢 今天介紹大家一個 夏天專用的排毒果汁 材料有青蘋果、青瓜、奇異果 羽衣甘藍和檸檬 青蘋果和青瓜裡面 有很豐富的水溶性纖維 幫助我們刺激腸臟愚動 羽衣甘藍和奇異果裡面 有很豐富的甲質 可以幫助女士去到水腫 但要注意 如果本身有低血壓的病患者 我們就要避免使用 聽你說的, 排毒去水腫抗氧化 所以現在立即開始做生果 對, 美太太, 我知道你最喜歡美 我立即做好嗎? 好 很多青瓜和奇異果已經切粒 原來奇異果皮也可以 是否因為有些生果皮 也有很豐富的營養 對, 因為平時大部分的維生素 有一部分都會在水果皮裡面 很豐富的, 很豐富的 奇異果放進去 而且這個看上去也覺得很清新 因為是青綠色的感覺 而且我看到這部機器真的沒有刀片 對, 懶懶曼機是沒有刀片的 所以就算小朋友做的時候 也不會怕有意外 真的可以連做果汁都可以享受親子樂 是嗎? 是的 我部機器在做果汁的時候 沒什麼聲音 不會像以往那些做果汁的時候 會很吵 所以我無論是多早、多晚煮都可以 你經常都很夜炸醬汁嗎? 對, 如果我很晚回去 也算喝一杯新鮮茶 芝麻, 真想知道 其實喝果汁 有分什麼時段特別好嗎? 最好在下午茶的時候喝 因為一來可以補充水分、礦物質 而來我們都可以有足夠時間 用一邊的糖分 而且我想問一下 如果小朋友、大人或老人家 每天喝一份量要多少 如果成年人和老人家的話 其實每天最多可以喝250ml 自己炸的果汁 就等於大概兩份水果 如果是八歲以下的小朋友的話 其實最多喝125ml, 半杯左右就好了 因為過多的糖分會引致豬牙 有什麼水果不建議製作果汁嗎? 如果本身是高糖分的水果 例如芒果、菠蘿 我們都不會建議製作果汁 因為會引致果汁裡的糖分太高 差不多了, 可以倒出來 好 開到季就有很多飲品 不用整部機器拿起來 真的節省了很多力氣 對, 其實小朋友也做得到 那就適合親子樂 看看一杯夏日果汁在這裡 好, 不如我們嘗嘗美, 你嘗嘗美 好, 加點檸檬, 我可以醃製 好… 新鮮的 謝謝… 是不是很新鮮? 對, 很新鮮 我覺得很鮮甜 對, 而且很香的青蘋果味 很新鮮, 加了檸檬之後 馬上舒服了 好像沙灘一樣 對 對, 做完果汁裡有很多渣 好像很浪費 就是這樣, 其實這些渣還有營養價值嗎 別少看這些渣 還可以幫助我們做其他菜式 好, 我喜歡喝甘筍汁 甘筍渣可以做什麼呢 甘筍渣和番茄渣 可以做一個甘筍番茄湯 甘筍渣有豐富的貝塔胡蘿蔔酥 幫助我們預防眼乾和皮膚乾燥 番茄渣有豐富的茄紅素 這是一種很高效的抗氧化劑 幫助我們清除血液裡的自油肌 美妮, 這部肌除了可以做果汁之外 還可以做豆漿、沙冰和雪糕 適合現在在繁囂的城市中的人 或者經常不吃蔬果的小朋友 又或者吞飲困難的長者 這部冷壓盲磨肌就幫到手了